幼儿园性侵案风波扩大 台北市长蒋万安至今只用脸书表态 说教育局去年7月获报 就组审查小组调查 9月废止幼儿园设立许可 并对犯案人开除60万罚还 众生不得担任教保服务人员 也对负责人没及时对犯案人停职 没及时通报做出惩处 但师傅做法被批慢半拍 第一次家长报案并且通报教育局 是早在2022年7月的时候 迟迟到2023年的7月 才正式成立调查小组 2022年7月就家长通报小孩遭到猥胁 同年12月更多案件发生 2023年6月猥胁案不起诉 但不到一个月发现有多起性侵事件 嫌疑人才遭羁押并停职 蒋万安市长上任后 112年7月接获通报 在立即确认许可 处已停职 撤销设立许可 并采除终身不得任职 相关处理延档的指控 跟事实是完全背离 北市府教育局声称 针对2022年7月案子 有配合警方调查 以调阅监视器 但最后查无证据 北警部起诉 尘案癥结 但按照SOP 市府获报后 应先将嫌疑人停职 避免与幼儿接触 如果司法调查无罪才能复职 若有罪则解聘并开罚 北市教育局却拿不起诉处分 当党建牌议员无法接受 应该立即就先停职 然后等待司法调查 再进行复职 而不是纵容他继续在残害 我们所有无辜的这个幼童 台北市政府已经由社会局 教育局警察局 来强力介入 不让园长或负责人 有任何届可上市的一个空间 这起离谱的性侵幼童案 时间横跨柯文哲与蒋万安市府 加害次数频繁 却都没让市府加速处理SOP漏拍 大人有尽到保护孩子的责任吗